崇祯元年冬天 千山县积雪两尺 不知冻死多少百姓和牲畜 相比陕西 已是天堂 陕西汉秦还在持续 中央朝廷别说震灾 就连巡视灾情的专员都没派出 并且 朝廷还在继续催逼赋税 崇祯皇帝仁慈 免除三年以前的不付 但天启六年 天启七年的欠税还得交 崇祯元年更不像话 陕西全省大汉又如何 居然拖欠赋税5.2万两 简直不给新皇面子麻 征税 继续征税 辽祥也得全额征收 转眼之间 已是崇祯二年 元宵假期刚刚结束 崇祯皇帝就召集阁部重臣 才定为忠贤谋逆一案 新鲜出炉的首府韩晃 虽然是东陵党大佬 却不想再继续搞党争 要求把燕党名单定在50人以内 崇祯皇帝不高兴 说肯定还有漏网之余 韩晃顶住各方压力 依旧不想扩大化 第二次给出燕党名单 还是只有那么几十个人 崇祯皇帝终于生气了 亲自制定各条罪目 拍过魏忠贤马屁的就算燕党 首府含谎无奈 最终报上燕党名单258人 崇祯皇帝依旧猜忌 不断安插场位探子 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党争 被崇祯这么一弄 朝廷已经没法玩党争了 收拾燕党只是个借口 真正矛头直指东陵党 善于揣摩圣意的大臣 私底下紧锣密鼓筹备 只要等待良机出手 就能一举干翻东陵党内阁 从某个角度来看 崇祯也是搞争斗的高手 连肖带打遍获得无上权威 阳春三月 赵汉坐船前往千山县城 跟费如赫一起参加童子试 他本来不想科举 费印环劝他试试 盲春来也劝他试试 那就随便去考一场拜 为了获得考试资格 赵汉战时改名为费汉 终于从黑户变为养子 户口落在费家的户籍政策 县市前一天 众人便在县城住下 同考者有费如赫 徐颖 费纯虽然也是疏童 却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众人半夜起床 早早来到考棚外等候 黎明十分检查身份入场 千山县的考试条件很好 不用自带考桌和板凳 更不用把县衙当临时考场来凑合 费如赫打着还欠 吐槽道 怎还不开门搜紧 我还等着进去补爵呢 赵汉笑道 考一整天 够得你睡觉 费如赫叹气说 唉 我刚把论语学完 孟子 中庸都没读过 爹非要我来考慎童子试 家里就没帮你买通知线 赵汉低声调砍 费如赫揉了柔胖脸 买通知线又何用 便考过了县世 赵旧还是个学童 若想做童生 还得把知福也一并买通了 赵汉转身问徐颖 你有几分把握 徐颖摇头道 半分把握也没有 我开门太晚 至今还没学完孟子 若非先生让我应试 我肯定明年再来考 今年就考试为你好 免得明年啥都不熟悉 不要紧张 就当来参观考棚 赵汉安慰说 考场外 只有费纯跟随 费印环也来了 情心 贱胆 久迫都在 如金泉在客栈呼呼大睡 说是等天亮了就去食堂镇访友 至于儿子考试 费印环才懒得管 考场依日游而已 费大公子唯一的作用 就是找来及格秀才 给赵汉他们联合作宝 黎明时分 考生开始入场 差异确认赵汉的身份 便放他进去搜身 县市搜减纯属胡弄 衣服都不用脱 随便摸几下做样子 反正有人作弊也无所谓 进了考场 赵汉连忙抢号 务求别挨着厕所 天空突然下起小雨 赵汉抓紧时间钉油布 一切搞定已经被打湿半身 睡觉 赵汉和费如赫隔得不远 都不把考试当回适尔 几乎同时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只有徐盈很紧张 忘了自己是来一日游的 晨光为亮 赵汉被人叫醒 差异举着题目板 在考棚之间穿行 光线太暗看不清 还得等着差异再走近些 两道题 只考四书 时间是一个白天 赵汉定睛一看 出的什么玩意儿 第一道还好说 紫约 第二道就尼玛离谱 时不多 费如赫见到题目 顿时抓耳挠腮 紫约一题 肯定出自论语 可满篇的紫约 让人根本无从下手 不知道从哪个角度破题才好 这胖子想了半天 决定先做第二题 略为思索 便闻思全勇 提笔写下破题 时不可多也 多则必胖 破得妙啊 费如赫已经开始自我陶醉 徐颖那边 同样对紫约无从下手 因为论语里遍地都是 仿佛被要求证明一加一等于二 再看时不多 徐颖顿时笑了 这道题非常简单 赵汉的情况刚好相反 看到紫约 立即想起苏氏雄文 他读大学的时候 虽然没有全文背诵 但还记得开篇几句 直接搬过来破题 匹夫而为百事诗 一言而为天下法 接下来几句 继续抄袭苏氏原文 抄着抄着 后面就给忘了 于是搜长瓜度 东拼西凑往纸上堆字数 折腾一刻钟 好歹凑齐二百字 再略做一番修改 便开始腾到答题纸上 接下来第二题 识不多 赵汉一时间记不得原文 但可以进行推理 孔子是个吃货麻 论语里关于吃的最多 这道题估计也出自论语 明思苦想一阵 终于他娘的想起来 原句应该是不撤僵石 不多识 可以理解为 孔子喜欢吃姜 顿顿不离 但不多吃 也可以理解为 姜可以清醒思维 其他食物都撤走了 姜可以留下 但不能多吃 朱熹的解释是 姜通神明 可去会饿 孔子不多吃 是因为不贪心 这是一道节上下题 破题的时候非常困难 不能提及前后文字眼 又必须把相关内容表达出来 赵汉想了好半天 终于提笔写道 借持自省 圣人已修身也 破题非常妙 可惜剩下的不好搞 赵汉胡乱瞎写一通 凑齐两百字就腾抄交卷 时间还早 但已有四人交卷 赵汉是第五个 打算放下卷子就走 冯之县却把他叫住 现尊有何见叫 赵汉拱手问道 冯迅拖着胡子说 你走什么 且等着 赵汉老实站在旁边 有一哥们人正在参加面试 冯迅出了一个上联 那哥们人迅速答出 便欢天喜地或准离开 似乎是被当场录取了 现世不用胡鸣 冯迅瞧了一眼 问道 费是哪宗的 鹅胡 赵汉回答 费大招是你何人 冯迅又问 赵汉说道 我爹 冯迅瞬间和颜悦色起来 笑着说 令尊大才 想必你也不差 且带无一观雄文 赵汉无语 这现世也太扯了 一点都不必闲吗 冯迅扫了一眼破题 猛地拍案叫绝 妙哉 妙哉 匹夫而为百世诗 一言而为天下法 真虎父无全子也 赵汉傻了 这位知县老爷 就没读过苏氏的文章吗 咱这篇八股 前六句可是原文照抄苏氏 明莫许多世子 别说唐宋散文 就连四书五经都不背 直接提海战术强记各种范文 就连大才子前千亿 也是在做官多年之后 才开始真正研究古文 并迅速成为文坛新锐领袖 在此之前 他虽然知道唐宋八大家 却没有读过韩玉 柳宗元的散文 冯迅在看第二篇 又拍手说 废氏出了麒麟二也 然后 冯之县开始苦恼 按手已经定下 第二名也有人选 赵汉的八股文再好 也只能列为第三名 真是委屈这位神童了 冯迅叮嘱道 回家好生准备俯视 赵汉有些迷糊 我这就被当场录取了 不是说江西科举很难吗 老子四叔都还没学完